当你碰到了跑调特别厉害的歌手时 即便使用自动修正 也无法将所有音符的音高全部修正过来 这样您就可以配合WebStream的各种工具 来对个别不正确的音符进行手动修正 首先您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浏览与缩放操作 在波形浏览窗口中 您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方框 使用鼠标按住并拖动这个红色方框 就可以浏览波形和音符的横向位置 在波形浏览窗口中 点击鼠标右键会弹出一个选单 在这里有四个关于波形浏览的参数选项 选择Edit Overview编辑浏览模式 则波形的长度与下方的音符相匹配 这时红色方框将被取消 您只能透过下方的托柄来浏览波形和音符的横向位置 选择第二项Track Overview音轨浏览模式 则可以透过红色方框来浏览波形和音符的横向位置 在波形浏览窗口的右侧有一个托柄 鼠标按住并向上拖动就可以放大波形的纵向比例 在波形窗口中再次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Full微方Zoom In可以将波形的纵向位置最大化 选择第四项Resize微方Zoom可以还原波形的纵向比例 这些参数都可以在标尺右键的微方Display选项中找到 音符浏览窗口的纵向表示的是音高 横向表示的是时间 在标尺上点击鼠标右键 在TimeDisplay选项中可以设置横向标尺的显示单位 Time是时间标尺 Bars是小节标尺 Samples是采样标尺 一般情况下您应该选择小节或时间标尺 在音符窗口的右下角有一些按钮 点击横向位置的加号可以放大横向的比例 点击减号可以缩小横向比例 点击横向位置的左右符号可以向左或向右浏览音符的横向位置 使用鼠标按住横向托平可以自由地浏览音符的横向位置 点击纵向位置的加号可以放大纵向的比例 点击击减号可以缩小横向比例 点击纵向位置的上下符号可以向上或向下浏览音符的纵向位置 使用鼠标按住纵向托平可以自由地浏览音符的纵向位置 点击这个方块按钮可以将音符窗口最大化 也就是在界面中显示所有波形和音符 当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Wave Steam会进行自动滚平 在标尺上点击鼠标右键 取消Auto Scroll就可以禁止自动滚平 你也可以点击这个Scroll按钮来开启或关闭自动滚平 当我们将鼠标放在某个音高位置时 右下方会显示鼠标放置的音高位置 右侧的数字表示的是音分 对于这些基本操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 请您跟我学习使用各种工具来对音符进行手动修正 在音符窗口的下方显示了八个编辑工具 我们所做的手动修正主要就是依靠这八个编辑工具来完成的 这八个编辑工具从左到右分别是音符工具 分割工具 画笔工具 缩放工具 弧线工具 粘合工具 画线工具和移动工具 在工具栏的左右两边分别是撤销和重做按钮 我们可以使用撤销按钮来回到上一步的操作 或使用重做按钮回到下一步的操作 第一个音符工具可以进行选中音符 方法是使用鼠标点击音符就可以选中该音符 被选中的音符会以橙色显示 如果您需要选中多个音符 则可以使用鼠标拖拽出一个区域从而选中多个音符 点击空白处可以取消选中音符 选中一个音符双击左侧的键位就可以将该音符移动到双击的音高位置 鼠标点击并按住音符进行上下移动 就可以更改该音符的音高位置 在移动的时候您会发现只有绿色曲线在跟随移动 这条绿色曲线就是音高修正曲线 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修正 我们所听到的修正后的声音就是这条绿色曲线的声音 而橙色曲线表示的是原始音高曲线 当选中了一个音符时 我们将鼠标放在音符的左右两侧 这时鼠标会变成一个黑色的十字符号 按住鼠标进行左右移动便可以更改音符的实质 第二个分割工具可以将音符分割成两个或多个不同的音符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分割后的音符进行更精细的移动 第三个画笔工具可以创建出一条新的音高曲线 作为要修正的音高位置 第四个画笔工具可以放大音符窗口 如果您想快速地缩小音符窗口 可以按住out键不放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 这样您就可以快速地缩小音符窗口 第五个弧约工具可以对音高修正曲线进行移动操作 拖拽曲线中间的位置进行上下移动 就可以更改该音符的音高位置 将鼠标放在曲线的左右两侧 按住鼠标进行上下移动 就可以进行一端的音高位置的移动 第六个粘合工具可以将两个音符粘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音符 同时后面的音高也会跟随着移动到前一个音符的音高位置 第七个画线工具可以用一个端点 作为起点来绘制一条多角线条 双击鼠标就可以将红色绘制线变成绿色的音高修正线 第八个移动工具可以将窗口拖动到需要显示的音符位置 这些工具都可以在右键选单中进行快速切换 使用这八个工具 您就可以对音符进行精细的修正了 当然您需要具备一定的乐理基础才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并且人声不会像乐器那样持续一个音高 人声更多的是一个字到另一个字的过渡 在编辑工具的下方是音高修正参数 Speed 选择可以设置音高校正的速度 单位是毫秒 No Transition 选择可以调节相邻两个音符之间音高变换的时间 Ratial 选择可以设置音高修正的总量而不是压缩比 当参数为0时表示不做任何的音高修正 参数为100时表示修正全部的音高偏差 这三个参数都需要在选中音符的状态下才可以使用 右边的Ribrato可以对修正后的声音适当地添加颤音 从而使音高修正效果更加自然 可以添加的颤音类型有两种 第一种是Natural 自然颤音 第二种是Synth 合成颤音 Natural 为止可以开启或关闭自然颤音 而Tag 为止可以设置自然颤音的启动缓冲时间 Amount 为止可以设置自然颤音的添加总量 下方的Synth 为止可以开启或关闭合成颤音 为放位置可以选择一个颤音波形 其中第一项正弦波可以得到较为平滑的合成效果 Nepth 为止可以设置合成颤音的深度 Play Delay 为止可以设置音符起点与合成颤音开始的时间差 All Tech 为止可以设置合成颤音的启动缓冲时间 Rate 为止可以设置合成颤音的速度 这里的颤音添加也需要在选中音符的状态下才会起作用 位于界面最上方的是预制文件管理面板 Default Settings 为止显示的是预制文件的名称 Export MIDI 按钮可以将探测到的音符导出为 MIDI 文件 Load 按钮可以加载一个预制参数 Save 按钮可以保存当前的预制参数 问号可以开启英文说明书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感慨世事必 这感慨世事必 有没有将你应该 天黑时光 前置水路 天黑时光 前置水路 天黑时光 前置水路 等候放一秒 再一秒 身份拿出 身外父母的 身份拿出 身外父母的 身份拿出 身外父母的 一秒 要拍照的事 可不笑 其实人生便飞去好 其实人生便飞去好 天黑时光 身份上便飞去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